歡迎來到這個星期的廣傳媒和MIHK 一起做的《香港人家書》這節目 老總你好 老總你好 各位網友好 多謝各位收看 現在晚上的時間是否去到8點多都還沒天呢 我想在加拿大 是呀 8點半如果好天 還是太陽剛剛西沉 就是風涼水冷 幾好的現在這個時間 就是遲些還會再晚些 遲到9點都還沒下山的 我們現在這邊就開始熱到脫落了 就是每天早上就涼一點 下午中午的時分去到兩三點 分分鐘就去到整個31度 那曬慶的時候 我試過有一次在戶外做直播 我的電話都頂不住了 那個temperature 升得太高了 它自動關機了 熱到爆飆 熱到爆飆 自己人自己拿 不是 不是 機日熱到爆飆 不過好就熱了 我就是月情熱火 這樣也好些 幸好我還夠熱血 是 你說熱血就說五四運動 那是1802週年 五四運動的確是青年人的月血的澎湃 對著權威 對著風建 對著喪權辱國的東西 1802年 北京的那些青年人 北京大學和其他那些大專院校 走上街頭 抗議喪權辱國的 是的 這個巴黎和約 喂 這件事本身其實就是 就是今天我們香港年輕人所做的東西 就是對於不平等的東西 對於不公義的東西 是挺身而出 就是叫做摘善固執 一定要表個態 要求政府 喂 快點說正他 喂 有什麼分別呢 現在呢 我們記得有兩位先生 我們很希望他可以來到這個神州大地 當然一定要來我們香港 一個叫做德先生 一個叫做蔡先生 但是很可惜 德先生呢 就一直都沒有來到香港 或者神州大地 蔡先生呢 原本來過香港的 但是現在就見一見 特區政府的施政呢 好像連蔡先生都趕走了 我說的就是democracy和science 那特區政府 你都知道 早就把這個民主自由的東西趕走了 那連這個science呢 一直以來 近來他做事的方法 口說又很有science 根據科學邏輯去做事 但是一直都不覺得他有science 這個東西在那裡 那就是說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見到德先生和蔡先生 路總 浪費什麼人呢 浪費東西就有 science就見不到 他那些讀音不正啊 我都要教一下你才行 浪費東西啊 不是science啊 那麼 民主就最豐盛的 就是剛剛才閹割了你的民主選舉制度 本來都不完善的了 不完善都要閹了 閹完之後 跟著就說要紀念 五四一八零二週年 在香港電台外面的空地 就搞一個升旗禮 是吧 上面 竟然 在廣播處長的背脊後面 對著一個什麼 文革發動的一個旗啊 哇 五四文革發動 哇 好像 很奇怪啊 這個組合 八六鶴 是 總之呢 我現在呢 都很怕這些中共搞任何的活動 任何東西交到給中共手呢 其實它就會將它扭曲了 而達到它的政治的目的 好像這個孔子學院那樣 明明呢 就可以做一個很好的漢學的宣傳 將這個中文啊 或者我們的文化呢 就是華夏文化和很多不同的世界各地的朋友去交通 和交流 交流的 溝通與交流的 但是呢 你現在變了 將它扭曲了 變了一些間諜啊 大外宣的這些基地 五四運動 當它有適當的時候 好像早幾年香港的中港矛盾 就是很急速 是吧 踢行啊 打這些 或者是一些不喜歡這些自由人的旅客啊 說它們吵冤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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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的教育 就叫做 五四運動是代表這個包容和忍耐 那現在 它就將它扭曲為一個國家安全 哎 我真是 總之 它們喜歡做些什麼事情 就拿些什麼的這些 中國人的這些歷史啊 扭曲出來迎合它現在近來的一些政治的需要 國什麼加安全啊 就是不安全啊 就是不安全啊 不是啦 你現在就是國家不安全啊 國家所謂的國家安全 其實根本就是綁架了 中共這個政黨就綁架了國家政權 又綁架了中國人民 然後呢 國家安全 其實前面那兩者是錯了的 是政權安全啊 它要保住自己的執政權啊 沒錯 政權是安全 人民是不安全 都說了是不是 是啊 那情況之下 五四運動呢 就在你閹割了一個民主選舉制度之後呢 就在那裡慶祝 根本你就不是繼承五四的精神 你在那裡閹割了五四的精神 還要將 中共呢 其實就是五四的產儀來的 是 你用五四就崛起 你用五四的穴血青年 就宣揚這個馬克思主義 再加上這個列寧那種 就是那種黨國的極權主義 然後就馬列主義 再加上這個毛澤東思想 那麼毛澤東去到1935年遵議會議之後呢 就全面就奪在黨內的大權 然後呢 就到49年 一直就奴役中國人民 到今天 今天就輪到香港人民呢 香港的民眾呢 就變成了這個 中共的刀下的一個受災受難的人了 下一個是誰啊 台灣民眾了 是啊 其實我都很感嘆的 因為呢 一直以來呢 就算是外族人 英國人統治的香港呢 是完全是沒有將這個五四運動的這個歷史 不准你教 又或者扭曲它的一個事實 就是仍然在學校裡面 在高中裡面 大家都可以是 要解這個事情 這個斷列的歷史 當然啦 也都是沒有加鹽加醋在教育局裡面 就是將教科書這樣扭曲 那麼現在這個 楊潤雄這個教育局長呢 首先帶頭就是將這個五四運動的歷史 扭曲了 要支持這個國家安全先 一句都沒有提到這個democracy 和這個science 真是浪費氣 真是浪費氣 就是他這個垃圾呢 就是他就將他的子女推了去外國 但是然後呢 就是將一些洗腦教育 錯誤的歷史 扭曲了這些的真理 然後呢 就是強加洗腦在我們的小朋友啊 或者中學生啊 身上 就是這個呢 楊潤雄的罪孽啊 真的啊 那個輕足難輸啊 就是如果他排這個香港罪人榜啊 他頭十位都隨時有位逃啊 是啊 中共就最擅長就是喘改歷史啦 有的人說散改歷史啦 香港電台你都知道啦 一樣是將那些舊片就下架了 一年之後就下架了 就是等於將香港電台所拍的香港社會 香港的一些真相 就要抹殺了 那現在呢 就是利用五四的機會呢 又將這個歷史的解釋啊 中共化 用中共政權的方式 將五四那種反對政權 那時候是反這個北洋政府嘛 就說北洋政府外交上是很弱的嘛 所以才會打這個張忠祥啊 就是會火燒趙家流嘛 這些火燒趙家流就是等於香港現在的軍民 火燒個辣雞在工作開的場合呢 就要表示他們的憤怒 因為你政權 香港政權是不聽人民的說話 在那個送中條例方面 在這個情況之下 五四運動就是年輕人就接了火棒的啦 但是現在就交給這幫這樣的港官 其實就是港共政權裡面都不知道多少個 中共的政委 中共的黨委書記都在裡面 在那裡指揮著 現在整個香港年代 我猜就根本就是黨委書記說了事 所以在香港田頭外邊搞一個五四星期來 就要改寫歷史 要去重新解釋中共那套歷史 目的就是要洗香港人的腦 改了通識課程 然後整個香港社會 就是2019年之後的那些東西 全部會被它描述為黑暴化 全部 下一波我告訴你 會將香港這些抗爭者 減染成為恐怖分子 一個國家暴力的政權 去說人民是暴力分子 其實這個國家政權 就是一個暴力分子把持的政權的啦 那當然它一定是會繼續勒手這樣去追殺到底啦 李大維成那時候有一些的家長 去接一些學生走的那些 也都是被他們控告了 換句話說 它說那些會寬容 又或者去妥善處理 其實基本上就只有一個講字 一定會跟尾到尾 追查到底 大家都可以陸陸陸陸看到它 一個都不會放過的 另外我老可惜的 就是關於五四運動 在今年也都那個所謂的媒體啊 大氣電波啊 說這些真相歷史的這些團體 或者是媒體呢 媒體呢 也都買少見少 大家都知道 哎呀 無謂辣著這個政權啦 也都無謂講這些話 會讓自己踩地雷 也都無謂讓自己 你就是無厘頭就被他擠濕了 那就是只有一個搞字 變了呢 變了主導的聲音就落了在官媒 和政府手上 這樣搞下去呢 過多幾年呢 真是有機會覺得 這個五四運動 可能是分分鐘代表 習近平的這個預期之術 又或者是代表這個中共 五四運動代表什麼 五四運動代表這個官裏面 每一個官包這些不同的二奶 就是講他們怎樣利用五四運動的精神 這個炒這個回鍋肉 就是任他們講 你真的可以怎麼變出來都行啊 老友 是啊 歷史在他們的心目中 就是一個政治工具來的嘛 歷史不需要真食的 在他們的心目中 歷史的真相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政權 保住自己那個執政的機會 令他繼續可以去發財 去掠奪人民 和去施行他那種洗腦技術 要將整個他管治下的人民 反制化 先弱智再反制 哇 這種這樣的手段 七十一年在中國大陸看 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現在香港人親歷其境 是身受其害啊 絕對同意啊 所以呢 老實說 有很多的家長 就是決定了要離開香港 要遠走他方 我不會笑他們 或者他們沒有勇氣 繼續留守香港 就是要救回香港 因為我老朋友 我也知道 因為每一個人的子女啊 子侄啊 都是他們的未來 家庭裏面的將來 就是如果將自己的未來 給香港政府和教育局這樣搞法呢 就變成了整個家庭都沒有了未來 那就是不走是真的不行的 那就是這個梁琴摘木兒妻呢 就是古有名分的了 香港人這麼smarty的腦袋呢 一定知所選擇 但是 李嘉誠就沒有什麼選擇的了 因為現在香港的新首富 隨時會由大陸的 電動汽車的大王 去取代李嘉誠 現在都已經很近磅了 這個叫增航牆 增航群啊 叫做 是 那這個你介紹一下 你介紹一下這個 準身首富的資料啊 老鵝 你在香港這麼近水流台啊 老老實實啊 老總 你問我 我真的不認識他啊 因為我是原來 曾旭群你怎麼會認識他啊 是啊 真的不認識他啊 1989年 在一個上海交通大學 船舶工程系 2001年畢業於華南理工大學 電子與信息工程 拿來這個碩士學位 然後2005年 就用這個科技專長 來引進香港 也是第13屆的全國的政協委員 應該九成是共產黨的了 來到香港 就是優才計劃 這樣就進來了 但是當然了 我看到他的專用 我今晚呢 其實我即時是十字架的老總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上天對我真的很眷顧 上天對我真的很包容 因為我看到他 原來他還小了一年 但是我覺得他的原貌 他的專用 比老總理還年長 還衰老 還有他還要做 還有他 人生攻擊到這樣 你對新香港人的首富 這樣的態度 哇 成何體統啊 老到好像62歲那樣 哇 大哥 你給我的身家 我真的不要啊 大哥 你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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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酸葡萄的心你不要 大哥 以345億美元的身家 一度超越啊 李首富啊 你不要這樣說話啊 你這樣說話 你不愛他 你這個人都要看一下錢份上 是不是啊 不是啊 老總 我就覺得啊 真是老老實實 在這個神州大地 現在香港已經進入一國一制 一個中國的 一個中型的城市 老老實實 我就真的不羨慕 在中國裡面 或者在香港裡面 開始做首富了 因為他們的錢 就等於國家的錢 國家的錢 就不是他們的錢 總之他賺多少 就等於國家賺多少 我們見到啊 都是這個的 三星堆的馬雲啊 大哥 你看到他都夠聰明了吧 為什麼還來三星堆呢 哈哈哈哈 外星人啊 嘩 三星堆那些 發掘出來的 那些遺骸啊 遺跡啊 那些雕塑 跟馬雲哥一樣樣的嘛 那他真的可能是三星堆 你說是恭維他 還是仔慰他 還來三星堆 哈哈 你又笑得這麼開心 不是啊 我覺得你真是 很...很...很... 很...很... 馬雲其實是一個奇才 你都說多奇了 你又說你三星堆 哎 我覺得就是... 你... 你究竟是... 是樣貌歧視啊 還是外星人歧視啊 我都搞不清楚了 不是 我真的說他跟外星人的智商這麼高而已 那智商高就好些 應該是高過外星人好些 那馬雲啊 都現在吃不了兜著走 下落不明 那些新家就隨時被人閹割 是吧 他那些馬雲金服的股份 也都可能隨時要賤讓出來給人 是吧 喂 在中國裏面做首富啊 大家都知道啊 是一個詛咒來的 記得以前的所謂的中國首富 要不就死 要不就坐牢 要不就下落不明 要不就被人禁錮 那你更早 好 誠哥就醒目了 一早把那些新家分了給大兒子二兒子 另外他就 這個阿婆走得快 一定有古怪 就把他的資產 運走了 不是阿婆 勞理走得快 勞理走得快 是吧 那你一早就運走了 是吧 現在都去了不同的地方 投資海外 那我就覺得呢 就是 你就只爭焦跡咯 最緊要我台台平安 你事的這個 皇朝千秋萬載 是吧 是 是 也都要介紹一下 有些網友都不知道 曾毓群是什麽 他是一個電動汽車的老闆來的 他創立了一個寧德時代 一個新能源科技公司 2018年才在深交所上市 主力研發在電動車 用在電動車的電池 和電池管理系統 喂 特斯拉啊 Tesla 是吧 是吧 那個馬斯克 都是要光顧他 你真的 有眼不適 太散了 就在你眼前 新香港人 你這樣地位他 以後可能是香港特首來的 你不要小心說話 中國製造的這些電動車 又或者是用中國的電池的電動車 很多都逛逛街會爆炸 還有爆炸 不是的 你說會爆炸 特斯拉也試過 Tesla也試過 也有燒著 又燒到人 喂 這樣又不是很公道的 這些是新產品 有些個別的零星案例 不能夠 變成了整個產品 產品 產品 有問題 你對於電動車的行業 你影響別人的股價 我希望你 小心點 你講一下Disclaimer 現在不是聯家嫂會找你的 不過這樣 說真的 你看到他冒起得這麼快 那是不是真的 他自己個人的能力 才智 還是在背後有人大力推他上去 或者經過什麼 正經的人士 在後面大力支援他上位呢 當然聰明的網友 大家心裡有數 強如馬雲 之前沒有這個中國共產黨的Brashing 他又怎麼可以賺這麼多錢 但是當然 在中國裏面做一些生意 賺這麼多錢 一定是有一些保護制度 令到他可以豬籠入水 如果有競爭 當然有進步 但是有進步的時候 你就未必會這麼容易賺這麼多錢 一定是在一個獨市生意的情況之下 一定是在一個獨市生意的情況之下 賺大錢 一定是有一些政界的人士 或者黨的Brashing 才可以令他冒起得這麼快 這樣的 你這樣說 就公道一點點 是的 的確是 在中國來說 在中國大陸 我在說 他們這些這樣的新發財 巨富 是有條件變成今天這種富甲一方 以至到他的身家可能 就是一個蚊營國家的全國的總收入都不足 就是因為他是權貴資本主義下面的畸形產品 也是中共所培植的自己有資本主義 就是現在等於大陸那種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所畸形的產品才能令到這些人 可以在政策的空隙 甚至直接政策的優惠 政策的產儀 是令到他變成這樣獨霸一方 但是現在共產黨和你算賬 就說你搞壟斷 其實是他令到你是有壟斷的機會 然後到那一段時間 你賺了錢之後就說你搞壟斷 這時候用反壟斷來要夾你的倉 你剛才說了馬雲 喂 馬化騰啊 騰訊的馬化騰 可以下一個 是的 現在要罰他100億人民幣 這個馬雲已經說要罰了182億 哇 要罰了都億億 100億 喂 喂 是不是等於這些叫做變相交付人稅啊 老鵝 他這個叫做割韭菜 大陸有一個 就是割這些有錢的韭菜 很高級 很高級喔 高級韭菜來的 是 是 是黃金打造的韭菜 不過老總 我就比較粗皮一點 你也知道我這些 喜歡從草芸階層去Friend的朋友 我就用一個更加貼切的形容詞給大家 其實他們現在這麼有錢 就好像一道非常旺中的馬籃 那些嫖客啊 還有這些女兒啊 就是車水馬龍 發大大 但是呢 他只不過是馬籃裡面的keeper 就是馬夫 那背後的老闆是誰 當然不是他啦 那幫人看著 當馬籃 有什麼事情就變了矛頭 發黑組上來又找他 掃毒組上來又找他 失蹤他 他就幫後面所有的權貴 擋這些子彈和箭 但是有事就麻煩你先死吧 是 剛才我不是說自己有資本主義 中國特色 權貴的白手套 當那個白手套一旦失勢 或者是有更大的國家級勢力在後面撐腰的時候 他的白手套都受不了 於是這些幫人做人家的前代子就遭殃了 馬雲 跟著馬化騰 還有很多在排隊的 剛才我加交富人稅 就是中國這種沒有一個健全的經濟制度 沒有健全的金融制度就會找一些首富來 有空就剖你的荷包 拿少許錢 現在中共是納蚊 納蚊 國安堂上爆 所以奉勸一句 在中國 越有錢就分分鐘越短命 或者是越是坐牢 時間最多 所以這個剛才叫什麼旭裙 真旭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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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記不到他的名字 無所謂 因為當他可能做了香港走富的時候 又被人當了 又下一個了 所以誠哥是直到永遠 這些只不過是紙真焦直的東西 不用你理 是 是 是 財富在我們心目中都是過眼民意 在他們心目中遲到都過眼民意 因為到底他賺到多少千億 多少萬億 都是要交回黨 黨只不過多謝都不用一句 還要欺負罪名 說你貪腐 跟著說你女人 跟著說你違反國家的反壟斷 嘩 搞錯 當年就是你故意做一條壟斷的法例令我發達 現在就說我反壟斷 違反壟斷法 嘩 這個是這樣的 做首富呢 就是行先死先 這個首字真的很有意思 是啊 首 這個首 是啊 還要斬首 我們就說一下加拿大 加拿大現在很多人都在討論 特別是傳媒界或者新媒體 就是說現在就修訂政府 就是執政自由黨修訂C10法案 C10法案本身就好像 類似美國那時候說的那些互聯網 那些叫做Facebook Twitter Google 他們那些免責的條款 在加拿大除了免責之外 還想好像澳洲那樣要徵收版權稅 準備搞一些 就是說他拿了別人的資料上去 他要向那個原來的新聞機構或者來源 要給一個稅或者給一個利益給別人 但是呢 他中途又改了一些條例 就可能要管制這些社交媒體的言論 就給那些西人 就是那些評論家 就發現了之後 就在專欄裡面就炮轟 哇 你自由黨政府 在說明明要 要 就是令到民眾有公平一點的言論機會 哇 你現在反而是傷害民眾的言論 你連那個社交媒體的言論 你都想管制 於是急急的就修改 到這個星期五 或者我們說出街的時候 已經又會再修改 就是說加拿大人很害怕 很害怕網上言論都被政府管制 這個曾經好像是Donald Trump 想動過Facebook的時候 走過的一個做法來的 是不是呢 Donald Trump說的那個法案 就說在1997年的時候 就通過了這些叫做Big Tech 那些新媒體公司 是有一種言論上的免責 讓他們呢 可以發展得快些 你知道二十幾年前 那些這樣的社交媒體 就是微生氣候的 大家都還在看報紙 看電視的嘛 是不是 就過了個法例 就是免責的 誰知道現在呢 他們就利用這個免責的機會 好像去年美國大選那樣 就去刺別人的言論 連總統的戶口都可以永久關閉的 現在Trump 都未必有機會 短期內Facebook 他開放回他的戶口出來的嘛 至少半年之後 半年之內他都不用指望的了 因為他雖然通過了一個 就是獨立的什麼 監督委員會 結論都還說 當時這樣做呢 是要做得好些的 是要解釋一下的 現在就給了半年時間 給Facebook去控制他 但是未來半年呢 他的Facebook帳戶都不用開了 但是Twitter已經說 都永久封閉他的帳戶 但是Donald Trump也不是傻的 他又有財力 在用著他的人際關係 就開了新的 特朗普式的社交媒體 嗯 總理 老總 我想問一下一點點問題 其實我不是很明白 他那個關於這個版權稅 或者是這個廣告的收益裡面 打稅的那個安排 其實他的背後 胡蘿裏 是不是其實借這件事 其實是想收入是多些 還是怎麼樣呢 老波盤企 本來想收入多些的 想向這些Big Tech 那些錢 就是說你不可以獨斷自己霸了這些東西 就拿了別人的言論 拿了別人的資料 然後你在發財 那又不用繳稅 因為你一定是公司做數 做得很perfect的嘛 那麼澳洲當時就說 喂 你起碼都要給錢 給你原裝 你拿別人的傳媒 那些叫做傳統媒體 你拿那些資料 在網上 Facebook就最流行的啦 就有很多這樣的連結 很多的資料 甚至 你知道YouTube的那些材料 那條連結都在上面 那它就是推廣別人的東西 美其明說推廣 實際上是借和 借艇割和的嘛 那澳洲呢 就說你要給一些 就是叫做 資料來源費給人家 那麼當時Facebook說 No way 是網民自己貼的 我不用給 結果呢 就澳洲說 我們通過法例 你一定要給 如果不給呢 你就不用再運作下去 於是呢 你知道Facebook說到 就全部澳洲的新聞 black out 到後來就談判啦 知道自己這樣很嚴重啦 因為你整個 就是全球的互聯網 沒有了澳洲那塊 你是令到澳洲人看不到 但是也都其實令到其他人看不到澳洲的東西 嗯 因為你封死了澳洲的東西 那現在來到加拿大呢 它就 也都是想著要交這些這樣的稅 但是政府也都要想著 要跟那些 Big Tech呢 就是你都要有一個交稅的機制 當然不可以就這樣 放任自由的嘛 不過呢 我看一下杜魯多呢 想管制網上面的言論呢 其實我懷疑呢 因為它已經放了一封 在考慮著 這個聯邦大選 那是不是害怕 就是在社交媒體裡面 一面倒這樣 去摩擦它 對著它不利 所以它是做這件事情呢 有這個可能 但是當然更重要的就是 它自己的醜聞 我們也講過好幾趟 那些慈善機構的醜聞 自己的就是 這家人 怎麼這麼像卡斯特羅呢 哈哈 他的樣子不要這樣攻擊人 總之他的家人 他媽媽 他的家人 都收到這些 所謂慈善機構 給那些演講費 是慢慢的 然後呢 這個慈善機構 又幫杜魯多 去做很多promotion 杜魯多又去幫他站台 就是中間有很多 不能解釋的 就是千絲萬縷 總之有利益衝突 又有角色衝突 總之就 被人覺得是利益輸送 是打了龍通的 整個 就是杜魯多的內閣 連他裁長 當時 記不記得 當時是裁長 他女兒都在這個 所謂非牟利機構 或者慈善機構裡面打工 是賺錢的 那個財政已經是掛了官的了 但是呢 有一個因爲 始終加拿大 是一個健全的制度 有check and balance 就不可以讓他自把自圍的 就是說真的 如果 灌注在香港 或者是中共的政權之下 那大家都知道 大家越來越收窄 就是因為他們的權力 沒有這個制衡 權力就是沒有人監督 權力就是沒有人去challenge 那就變了他們可以為所欲為 是啊 所以不要隨便說challenge 就是制衡 我們制衡 check and balance 好聽點 說challenge 好像看不起他 其實我們很看重你的 因為知道你 畏高權重 所以要找些制衡 加拿大呢 就有這個自由媒體 就去 把這些這樣的東西出來 新聞報少了 但是也有專欄作家 去揭翻出來 現在香港就去過一個傳媒 是呀 我們希望香港的QL 香港的網上媒體 仍然可以發光發熱 希望繼續為民發聲 我知道有很多困難 所以我和你做這個節目 都有一個作用 希望能夠溝通加港之間的內容 讓大家知道多些 因為香港傳媒可能 基於這些理由 就不方便報導 所以就由我們去講 是嗎 多謝大家的支持 大家記得 subscribe like 和share 廣傳媒的YouTube頻道 也都subscribe 他們的patreon 也都支持我們 MHKTV的眾籌計劃 我們有一個 CIBC的加密戶口 歡迎加拿大的網友 多謝eTransfer 購買我們的年費 看完我們所有的節目 和支持我們這個眾籌計劃 是呀 我們網上媒體 就很需要網民的互動 互動 除了建盤互動 希望大家在力所能夠的範圍 提供你們的一些支持 那些是有型的支持 希望能夠和大家繼續發聲 下個禮拜再和大家聊過 今天很多謝各位收看 好 拜拜 老鵝再見 各位網友 下次見 拜拜